制裁外资 南韩再度大刀闊斧开罚 这次对象是晶片大厂高通 根据外媒报道 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 高通在2016年滥用专利权 将晶片和专利许可捆绑在一起销售 向智慧型手机制造商收取高额专利费用 并强迫手机厂商签订其他专利合约 疑似想从中收取获利 违反了南韩市场上的竞争法 美国晶片大厂在南韩以身试法 疑似滥用自身在移动通信市场上的地位 操控手机制造商 虽然高通后来不服控诉进行上诉 但最新结果是 南韩最高法院最终判决 判高通需缴纳一兆韩元 换算约台币230亿元的罚款